科學家在博物館發現,1957年墜毀的飛碟 UFO碎片 英國倫敦科學博物館,一名展覽活動人員, 熱情聲稱,在儲物是一個煙河內,發現一塊 有近60年歷史的不明飛行物體,UFO碎片。 科學家研究後,認為碎片是以純度非常高的鉛和銅製程 而且有防輻射功能,對其是否UFO碎片,仍半信半疑 Hey guys! This is my tea!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 News報導 早於1957年, 前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 發射後數周 一個寒冷的夜晚,一個小型的銅色飛碟, 墜毀在英格蘭北部,斯卡伯勒附近的一個村莊Sylphoma 斯卡伯勒有三名男子,發現一個 寬約43厘米,重14公斤的金屬碟狀物 人們把它與10年前, 發生在新墨西哥州 羅斯維爾的 最著名的UFO事件相提並論 當時的一位商人,弗蘭克迪肯森, Frank Dickinson 和他的兩個朋友 然後,駕車在西爾福 附近的Ris D山開車, 天空出現一個發光的物體 降落在Borex森林,讓他們的車拋錨了 迪肯森先生,在雜草發現了一個金屬碟, 他和朋友返回汽車時, 那個發光物體不見了 當迪肯森先生,把這個神秘的金屬切割開後, 發現那有一本,以17頁銅片製成的小冊子 上面刻印有 2,000個左右的象形文字, 記載了一名叫 烏洛依羅 的外星人 所發出的2,000字信息 警告人類 和武器所帶來的危險, 人類需停止暴力行為, 甚至還指出 你將會改善或消失 這些符號 與盛團在美國新墨西哥州 羅斯維爾墜毀的UFO上的符號相似 殘骸於1963年被送到倫敦 進行檢驗 這些標本包括 金屬和塑料的融融部分 一段中空的銅管 以及 從裡面發現的 銅小冊子的碎片 1957年的當地報紙 也以頭條新聞報導了此則故事 英國皇家空軍上將 修 道丁南學 羅布希德爾登也曾在1959年 親自檢查了這個物體 他打開了瓷盤 並閱讀了 同志書籍及其翻譯 確信這是一種 真正經濟的語言 並說這是一個微型UFO 但最後 該金屬疊狀物不知去向 任職展覽策劃人員的瑟拉威 聲稱 早前於博物館儲物市 整理文物時 在一個煙河內 發現數塊UFO碎片 懷疑是當年 在北約克遜斯爾禍區 所墜毀的殘骸 並交與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的 大衛克拉克博士研究 科拉克博士 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說 有個博物館的工作人員 拍了拍我的肩膀 問我是否意識到 幾十年來 博物館集團商店裡 一直保存住飛碟的碎片 後來 我們打開鐵皮盒子 看到了殘骸 我感到非常震驚 很明顯 這些是失蹤的 飛碟的殘骸 另外 一些人聲稱 這是英國著名的 羅斯威爾事件的答案 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 他們一直坐在 博物館的檔案館裡 這讓人難以置信 但在英國廣播公司的 一份報告提到 曼徹斯特大學的進一步測試表明 由於沒有暴露在高溫下 他無法從太空到達地球 很可能是一個精心製作的騙局 儘管如此 克拉克博士說 這個對象 創造了一個城市傳奇 引發了許多陰謀論 他補充說 我認為 這是一個惡作劇 但問題依然存在 誰要花這麼大的代價 去解決所有的這些問題 他們能從中獲得了什麼? 儘管對碟子的起源 抱持懷疑的態度 但經測試顯示 該物體的外殼 具有防輻射鉛 同質部件的純度極高 那麼 它們有可能是 未知的陸地來源嗎? 比如說 地心世界? 也請記得分享出去並按一個讚哦 訂閱呢 按一下喔 訂閱的 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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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sieur 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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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注意到 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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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